中美为何争夺世界同况资源 中国的用途才是人间正道 大家好,我是罗富强 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 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 美国为什么出现严重的缺统局面 著名的美国福布斯新闻 6月10日发表了一篇社论 说美国制造商正在与中国公司 争夺同资源 不过这两个国家的制造商 寻求铜资源的用途 却是截然相反的 铜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 在很多领域都能够用得上 对于经历了2020年新冠疫情流行 和社会动荡的美国人来说 铜对他们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美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 不管有什么风吹草动 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去商店买枪 去年美国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 百业俱废 但强制弹药的销售却一枝独秀 市民们在枪店前拍摄长队 求够枪支的场景 出现在美国各地 子弹是要用铜的 而且美国的子弹比中国的子弹更费铜 如果网友手里有我们国家生产的子弹壳 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用钢制造的 外面涂上了一层薄薄的绿色特种油漆 而且用铜的部位只在子弹的敌火部位小点 美国人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美国的子弹壳完全是用黄铜制造的 弹头采用了千星铜皮或者是钢星铜皮 铜子弹壳的机械性能比较好的 具有一定的拉伸性 特别是在抽壳的时候 它就不容易出现断裂 美国人一贯财大气粗 而且垄断了世界主要的物资资源 所以在用铜这个问题上从来不心疼 但是到了2021年的今天 事情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中国人站出来和美国强购世界的铜资源了 然而出面的并不是中国的枪弹产 而是民生企业 为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新基建的步伐 这场新基建的一个重要特色 就是以信息化为骨干 信息化如果从硬件的角度来理解 那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铜 没有铜就没有导线 没有电路板 没有天线 没有信息化所需要的硬件基础 没有更加强大的电力供应 没有新的空调和电冰箱 当然也不会有电动汽车 不单是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 中国的大量国产电动汽车品牌 也正如今适可地寻求着铜资源 双重猛烈需求的结果 就是铜资源的价格水涨船高 2020年的3月16日 国际市场上的铜价格曾经跌到了 每吨4684美元 自从2020年3月 美国爆发新冠疫情以来 铜价大幅飙升 2021年5月10日 已经涨到了每吨10211美元 所以美国主要的弹药厂 决定改变营销策略 一些主要的厂商已经决定 采用每个月预定一次的方式 来给拥护提供弹药 有意思的是铜 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 把子弹交给用户 还需要制造弹头的钢心 包括装子弹用的硬子壳 还有塑料这些东西 统统陷入了短缺 前段时间 苏伊士运河被堵塞的事件 也导致了这些平时无关痛痒的东西 交付周期大大拉长 从长期来说 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的预测 这场铜资源争夺战的赢家 不会是美国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更倾向于获得平安幸福的生活 而不是用枪打来打去 中国使用铜资源是为了名声发展 包括全世界的名声发展 所以不但能够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知识 也能够从中获得足够的利润 用来支撑源源不断的资源购买 美国用铜是把它拿来当做纸袋 目的就是为了杀人 不是抢劫行凶 就是为了自卫 这样的用途已经决定了它 不会在进口的竞争当中成为赢家 好 本期话题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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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